南加州华人居住密集的雅凯迪亚市 一直被誉为是高档社区 这全是从商业项目市府也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 而其中最著名的西野购物中心 两年之内就有三家华人餐厅进驻开店 再加上周边有好多的新店开张 以及这个捷运轻轨金线 这雅凯迪亚站呢开始通行 不只是盖来了更多商机 也是房价上涨的保证 洛杉矶捷运轻轨Full Hill Gold Line 山脚金线与华人生活关系密切 因为它从东洛杉矶市开始 沿途经过华部蒙特利公园市 圣马利诺市不断向东延伸 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段 行经亚凯迪亚市的新车站 最近正式开通 不仅缓解交通压力 更带来商机与税收 大家都抱怨就是交通问题 然后这个轻轨好处就是比较慢一点 没有中国那么快 但是呢不会有交通问题 他说从这里坐到Channotown 30分钟就30分钟一定会到 不只城市商业未来极有发展性 坐落在亚市庞马场附近的三大安妮塔印 也被华人买下即将翻新 扩建成豪华酒店 给政府增加百万美元的税收 除此之外市议员戴守真还建议 更多华人商家加入商会 好处更多 很多人都不参加商会 很多人不参加商会呢 就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你假如商会的会员 他会把这个资讯给你 对于什么改变啊 或什么需要注意的 就像我那天去一个餐馆 他们还是倒水 你没有想要他也倒水给你 那就不应该了 强调华人不指挥盖豪宅 戴守真代表华人 出席亚市老店周年庆 与各族裔友善往来的同时 也鼓励华裔居民多融入主流社会 例如永夜出席商会活动 参与商业发展 以及永夜投票等等 都能让华人赢得主流人士的欢迎与尊敬 东森新闻 孟子文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